那么古人说 阴阴以阳为之道 我们这个世界 是一个阴和阳 套在一块的世界 你们经常听一个词 阴一套阳一套 这个人这个家伙不是个东西 阴一套阳一套 什么意思 阴一套就是表面一套 阳一套就是表面一套 当着人表现一种形式 阴一套就是背着人 来一套 这叫阴一套阳一套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 真是这样的 是由一个阳一套的世界 有一套的法则 还有阴一套的世界 有阴一套的法则 所以说古人 在五千年前的古文化 祖根文化这个地方 他认知了 我们要想真正顺顺利利 一切吉祥圆满 不触犯阴一套和阳一套的律法 这个很重要 这样才能顺利 这样才能圆满 所以说古人早就说 一阴一阳什么 为之道 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的世界中 道之不可虚离也 可离非道也 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道的虚空法界里面 这是事实 不是你承认是这样 不承认它不是这样 不是 这是事实 就像鱼活在水里 它知道自己活在水里 也活在水里 它不知道 不承认自己活在水里 它还是活在水里 只不过你不承认而已啊 如果我们人生活在道的世界中 不可虚意离开这个道 你承认也是这回事 你不承认是吧 它也是这回事 但鱼中知道自己活在水里 离不开水 要遵从这个水的规则的 这叫智慧的鱼 有智慧的鱼 那自己明明活在水里 不承认自己活在水里 又不遵从水的规律 天天跳出去晒太阳的鱼 那是一条死鱼 那是什么 那是愚昧的鱼 愚蠢的鱼 是不是 这就明白了 一个智慧人 你要知道你生活在道的世界里面 你不是像那些顽固不化的鱼 不承认自己水对它的重要性 那么你既然生活在道的空间里面 你要遵从什么规律 两套规律 阴一套的规律和什么 阳一套的规律 这阴一套的规律就是明律 明明之中自有神明 这个叫明明之中 举头三尺 有神明 这个世界有主宰 这个在国家 扬一套 它有国王 现在是总统 总理 这一套的管理 或者是中国是主席 总理 这一套的管理 那么这是阳世间的管理 那阴世间的管理呢 阴阳的阴的 阴世间 我们叫隐态世间 不是阳的世界是肉眼可见 一气可测 这样的世界 我们称为阳世间 一气不可测 真实存在的空间 真实存在的世界 我们称为阴世间 阴世间 那么它对我们人力 是出于隐藏状态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 隐态世间 大家先要搞清楚 这个世界是阴一套 阳一套 就是自古有法律 规则 法规 那么有名律 名律就是说 和我们阳世间 完全不同的法律 比方说我们在阳世间 你杀了一个蚂蚁 犯不犯罪啊 不犯罪 法律上没有任何的 这个规定 但是不犯罪 那在名律之中 犯不犯罪啊 犯罪了 为什么 在名律之中 它认知到万物皆有灵 皆是一个灵魂身 和一个躯壳身 合一而形成的阴阳 两套系统 合成的一个生命体 那么你要了蚂蚁的命 和要一个人的命 是同等最过 因为他们都是六道众生 人也是六道众生之一 蚂蚁也是六道众生之一 我看你 对我 我看你 谢谢观看